Hello 又是我Samantha 駕駛Model 3 差不多一年了 其實這一年養車比起我之前駕駛油車 有沒有便宜呢 這段片就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先說一下排費 保險和保養 電動車排費很便宜 是用重量計 Model 3 全部不值1000元 Standard 839元 Long Wage & Performance 934 比起之前的2000cc油車 省就差不多5000元 排費是便宜 但保險貴 全部一般是要萬多元 不過其實看保額55萬來講 一部電油車的全部都是差不多 另外有三部幾千元 不過我通常都是買回全部 這裏比之前的車貴了8000元 計上排費 保險 駕Model 3 都要花多3000元一年 廠保養方面 基本包四列或者百萬公里 電和摩打便要看什麼版本 Standard 8年或者16萬公里 Long Wage & Performance 就是19萬2000公里 保養期內沒有強制定期翻廠Service 有問題才回去 自己上翻譯也可以 要付2000多元左右 另外電動車不用換機油 以外一年駕20000公里 大約會換三次機油 當900元一次便省了2700元 又拉近一點 只是充300元而已 其他消耗品 例如Tie Brake Pay 暫時未必須換 Brake Pay 我想右排都不用換 因為一般駕駛都是用動輪回收煞車 很少用Bic Lake 接著來到重點 就是充電用多少錢 首先說了我自己 我通常都是上班充 對比駕油車都是要給泊車錢 可以說沒有額外的支出 另外平時都會選多一些 有得充電和免費泊車的商場 現在不少商場都有得充電 好似尖沙咀的K11秒C 還有剛剛去了 實試V3 Supercharger的康城 駕駛了電車之後 你出家會想多了去的地方 有沒有得充電 這件事就要看你接受程度 繼我之前的電油車 一公里大約過三 現在Model 3 一年走了20,000公里 就香了26,000 量化時間和機會成本有點難度 不過就這樣算 賬面上就省了26,000元有錢 講完我之後 就想講一下其他情況 我會由免費講到最貴 考慮買Model 3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就是當然是不用另外付錢 例如公司有得差 那就成本最低 第二就是家裏可以安裝到充電器 每度電 再加上燃料調整費大約過三 視乎你用電量 參考我之前 測試由90%到10%段片 測46度電限260公里 即是用了59.8 每公里就是2毫三 最貴就是用超充 Model 3一般沒有免費超充 每度電3.1 限260公里 收了46度電錢 即是用了142.6來充電 再加上時租 當25元 一共167.6 限260公里 平均1公里 6毫4 就這樣看 就算全部依賴超充 都比一般電油車便宜 先做個總結 剛才說了幾個情況 由免費到2毫3一公里 再到6毫4一公里 一般用家都應該在這個範圍上 當然要視乎你的駕駛風格 還有下班路段多 但以這樣的性能 已經比很多油車便宜 現在在面看 主要都是省氣有淺度 所以如果充電對你來說 不是太大問題 電動車絕對是一個好的選擇 不過也先說 免費充電 不知道會否有變數 譬如中電、港燈有機會收錢 或者零展電動車免費發車優惠 會否改 還有像我剛才說 去充電始終沒有去油站那麼方便 如果家或公司不能充電 就要另外花時間和想去哪充 如果你考慮買電車 就要想這件事 而政府政策暫時都是推廣電動車 優惠應該都不會那麼快改 亦都希望多了電動車 會建更多充電站 另外行了2萬公里 未有甚麼消耗品換 所以這方面支出暫時不多 之後走多些再和大家報告 看完這段片 如果有興趣訂車的你 可以用下載資訊欄的連結 你就會有1500公里的免費Supercharger 今集就到這裏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亦都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 拜拜